中国突然向全球公开宣布 正式拿下全球七成造船订单 美国感叹 中国这次赚麻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可以说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响彻了 不少国家都开始和中国寻求合作与发展 而且大多都是制造业上 甚至可以说已经改变了当初世界上制造业的格局 随着合作的国家越来越多 在7月16日的时候 中国的相关部门对外发布了一项数据 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眼睛都看直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 能让美国这样的庞然大物如此震惊 那就是在造船业上 中国拿下了全球七成的订单 而且不仅仅是拿下了绝大多数订单 与此同时的还有造船业的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 新街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都在逐步增长 逐渐向着全球造船业化石人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 运输船较为常见的大概有18种类型 而在这其中 共有14种类型中国独稳居第一 而且在这样的形式下 前五个月中国在造船业上面的利润 竟然还翻了足足两倍 要知道 目前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之一的完工量 已经突破了2500万吨 这个数字对比全球范围内 已经是超越其他国家造船业造船量的总乎了 而且还是要超过总和两倍多 而且现在全球内知名的远洋运输企业 都愿意同中国展开密切的合作 甚至可以说 中国制造的运输船 那是相当的炙手可热 许多国家都看中了中国的基建水平 以及做工的优良性 纷纷同中国签订造船协议 即便是可能面临着要排队到2028年的状况 这些企业还都是甘之如银 说到盈利能力 中国造船业更是一级绝尘 把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今年前五个月 中国造船业的利润总额狂飙突进 同比大增进二倍 这个增幅直接领先全球 面对这一连串亮眼的数据 全球船东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对中国造船业的实力和效率赞不绝口 一波机一波的订单如雪片般飞向中国 实战期间 中国船厂俨然成了香波波 这股中国造船风静追不停 出口而节节攀升 前景一片光明 对此美国媒体直接发文感叹 中国这次彻底大赚了一笔 回首望去 中国造船业的崛起 绝非偶然 这背后是中国造船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坚持 使中国制造业整体实力提升的缩影 提起造船 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还停留在汗花飞溅 汗流加倍的车间 但走进今天的中国船厂 你会发现这里早已今非昔比 那此时可能就会有人问到 中国造船业凭什么能够强势崛起呢 我们仔细观看就会发现 这一切归功于数字化设计 智能化生产和精益化管理 正是由这以上的铺垫 如今的中国造船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向工业4.0时代 中国船厂不仅能建造巨型邮轮 集装箱船等传统船型 在高技术含量的NNB运输船 豪华邮轮等领域也已跻身世界前列 这背后是中国造船人多年积累的技术实力 是设计 工艺 装备等全方位的进步 在全球造船业产能过剩 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 中国造船业能从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 高效的管理和生产效率功不可没 中国船厂广泛应用现代化管理手段 优化生产流程 缩短建造周期 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交船速度 而规模化采购 集约化生产等措施 也帮助中国船厂在控制成本的同时 保证了产品质量 正是凭借着高效率和高性价比 中国船厂在全球市场上赢得了 越来越多客户的青睐 创新是中国造船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面对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层出不穷的挑战 中国造船人没有孤步自封 而是主动拥抱变革 绿色环保型船舶 智能船舶等新概念不断涌现 中国船厂通过自主创新和产学员合作 加快了这些概念的产业化进程 在氢燃料动力 风帆助推等前沿技术领域 中国船厂也在积极探索 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从追赶到引领 中国造船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在全球造船市场的决斗场上 一场关于LNE运输船的龙虎之争正在激烈上演 多年来 韩国凭借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 在LNE船舶领域一直占据这霸主地位 直到近两年 也被我国赶上 可能他们也想不到 曾经最看不起的国家 仅仅用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华丽的逆转 但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和LNE运输需求的快速增长 这片蓝海市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近年来 中国LNE船舶产能实现历史性突破 作为后起之秀 中国造船业虽然在LNE船舶领域起步较晚 但凭借着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过瘾的技术实力 正在迎头赶上 当韩国船厂的LNE船舶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产能趋于饱和时 中国船厂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犹如一头脚尖的龙 中国造船业在LNE船舶市场上大展拳脚 2024年4月 一则消息在全球造船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船舶集团于卡塔尔能源公司 签署了一份总价值近60亿美元的LNE船舶建造合同 一级拿下18艘全球最大型之一LNE运输船的订单 这个订单的金额之大 船型之先进 刷新了全球造船业的记录 更重要的是 这标志着中国在LNE船舶领域 总坠赶者一跃成为零跑者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个大单的签署 不仅是中国造船业实力的体现 更是全球船东对中国造船技术和质量的认可 要知道LNE运输船可是造船工艺的皇冠明珠 对设计材料 罕接等各个环节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而中国船厂能够一次幸展或如此大单 证明了其已经具备了 建造是第一流LNE船舶的硬实力 中国拿下卡塔尔订单的背后 是中国造船人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创新探索 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销化吸收 中国船厂在超大型LNE船舶的设计建造 低温液 货柜的制造 新材料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而高效的项目管理和精益的生产制造 也为中国船厂赢得了出色的履约能力和口碑 近年来 中国船厂的名片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亮眼 中国船厂凭实力赢得国际市场青睐 从巨型集装箱船到豪华游轮 从先进的LNE运输船到复杂的海工装备 中国船厂交出了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实力 犹豫的建造质量和令人惊叹的交付速度 中国船厂赢得了全球船东的青睐 中国制造的旗帜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上迎风飘扬 成为了中国智慧和实力的象征 在全球造船新街订单的盛演中 中国船厂俨然成了最受欢迎之一的舞伴 无论是传统的散货船 游轮 还是技术含量更高的LNE船舶 大型游轮 中国船厂都能凭借出色的综合实力 将大部分订单收入囊中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中国造船业稳坐头把交椅 引领着全球造船业的发展方向 从欧洲到美洲 从中东到东南亚 中国建造的船舶遍布全球各大航线 这是中国船厂多年来后 激勃发 底力奋进的结果 是中国制造业整体实力提升的缩影 但在喜悦和自豪的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全球造船市场的竞争 只会愈演愈烈 在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 成为行业新趋势的背景下 中国船厂又该如何加快转型升级 重塑竞争力 这些都是摆在中国造船人面前的时代命题 唯有不断创新 锐意进取 方能在未来的海洋经济版图中 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 中国造船业正成风破浪 扬帆远航展望未来 中国造船业的前景无限广阔 令人无比期待 当前 中国造船业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 领先的造船技术 饱满的订单储备 为中国船厂铺就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在全球航运业向着智能化绿色化 高端化转型的大趋势下 中国造船业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智能船舶到绿色船舶 从深海开发到极地探索 中国船厂正在不断开拓造船技术的新疆域 引领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可以预见 再不远的将来 越来越多的尖端船舶和海洋装备 将承载着中国制造的标签 驰骋在世界海洋的舞台上 在通往梦想的航程中 中国造船人始终发扬着工匠精神 已将新铸就民族品牌 从设计师的方案到工人的焊接 从原发人员的创新到管理者的决策 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 中国造船人的智慧和汗水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